参加麻醉部主任谭培总的荣退晚会 可是当他才刚刚致辞完毕 就面临到不知所措的窘境 因为有一位先生冲上台 表示他的太太受到麻醉部副主任沈清华的性骚扰 他快对麻醉一颗受过骚扰的七位小姐 他受的委屈 他今天为什么不敢站出来讲清楚 他曾经三次对我性骚扰 第一次就是揉我的肩揉我的背 我就跟他讲说你干嘛碰我 他就跟我讲说 我是看得起你才摸你 我怕你没人摸 没有这个事情 只是我们工作上总是会有一些 主板对同事的一些 不用复合他 第二次是拉我的手起来戳 我问他你干嘛碰我 他说那我让你碰回来 我并没有骚扰他 我没有骚扰他 第三次就是我们在送病人的路程之中 他就是摸我的屁股 那是因为他对我有些行政上的不满 对 行政上的不满 就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 这件事情已经协调将近一年半 但不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而在公开场合宣扬 似乎还有不为人知的引擎 而这个晚上 原本想来送送老同事 顺便拉票的张昭雄 却多了几分尴尬的表情 连后来回到座位都不敢和沈清华坐同一桌 民事新闻吴振中中能明 台北报导